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高雄大辽区第一监狱 今天下午4点多 发生有6名重刑犯受刑人 挟持替代义男跟介护员的挟持案件 到了目前已经进入到第4个小时 高雄警方出动了至少250名警力重兵戒备 在高雄监狱的周遭 除了制服警察还有保安队 霹雳小组成员都已经出动了 分别持盾牌MP4冲锋枪来警戒 晚间7点左右特勤中队已经进入到监狱 大批鹤枪实战的警力也部署在监狱的周围侦察戒备 而为了稳定全国49个监所的求情 法务部已经通令全国监所人员取消休假 即刻返回监所戒复